邮局官网就能看见三倍券预约的栏位 点进去之后 可以查询你所在县市的邮局 前面还有显示忙碌程度 然后按照时间选择20号之后的时段 网站还会显示每个时段 剩余可预约的人数 确保进行分流 希望可以降低塞车的状况 还不错 因为我不喜欢人挤 自己本来时间就多 所以就什么时候去零都没差的 而邮局会临时开放预约就是因为 全台有千万人还没有进行预购绑定 担心会像2008年的消费券一样 当时人潮把邮局都塞报了引发明月 而这次除了网络预约 邮局也开报0800700199的预约专线电话 是邮局表示预约专线是利用总局寄邮的人力 去协助不擅长用网络的人 以电话的方式协助网络预约 如果人数众多需要多达几次 建议不会上网的民众 可以找人协助做网络预约会比较省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